Hello大家好,这里是蓝蓝自驾游 今天是12月6号,我现在是在陕西西安 今天9点多拉了一趟货 是从物流公司,然后自己去提货 提完货之后拉到一个物流公司 然后装是有人帮忙 我就在车里面摆了一下 然后卸的话全程是我自己卸的 那个纸巷还挺大的,给我泪一身汗 你看我现在穿个衬衫,其实今天很冷 本来接着这个活,其实也就是一个起伏价 70多块钱,然后他说搬运费的话 加50,总共也就是120多块钱 60多,70多,70多加50多,120多 然后就接了,刚刚给他卸完,给我泪擦了 在这边等了一会儿,这边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两天的单子好少 昨天我在霸河市地公园那个停车上停着 昨天一天我乘手机也开着的嘛 一直可以收到订单 但是昨天一天都没有收到好几个订单 单子都不是特别好的单子 不知道为啥 那天我第一天来的时候那单子一直在跳 怎么待时间久了反而没单子了 就刚来的时候单子特别多 是不是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很久 你看我待一周了嘛 所以就没有单子给了 大家知道什么情况嘛 我刚在这附近转了一圈也没单子 为啥?周三咋没单子啊? 今天看热力图也是没那么红 只有几个点是红的 今天咋回事吗?周三 我感觉每周都是周五周六周日的发货的 还比较多一些 周五 今天周三 周三都不怎么发货吗? 刚刚有一单到商落的五百多 没想到 我车子在这个加油站呢 我去加油站里面装了一杯开水 完了回来我的车子就锁住门了 开不了门了 刚刚叫了开锁的 两百块 开锁的人还没来 已经开开了两百块啊 今天又不挣钱了 通着电了吗?没通电 没通电 我拔电 这个货终于送到了 刚给客户打了电话 他说他在开车来的路上 大概15分钟左右能到 我紧赶慢赶的总算到了 天呐 今天不赚钱了 就是那啥了 复数了 第三趟火 拉的是工地上的这些工具 然后他们开小车 我开这个大车嘛 然后拉东西 我已经到了 他已经提前到了 但是他去吃饭去了 等在这等他了 我也没吃饭呢 我今天一天没吃饭 早上吃了饭 中午没吃饭 晚上没吃饭 因为今天中午第二担的时候 当务事了吗 重文永乐会 夜经济文创旅游示范区 然后这边就有很多吃的 我们先找一找看吃什么 现在已经八点钟了 刚刚去吃了饭 然后又开车找了一个窝窝 准备洗洗睡觉了 今天跑了多少公里 87公里 349块 去掉开锁的200 然后100 还剩100多 然后够油钱吧 今天等于白干 就这样吧 拜拜